大家好,这里是新闻麻辣说 如果您喜欢这个频道,请帮忙我订阅一下,谢谢 这两天播出的《我是歌手舞》第六期《弹琴不见了》 我是有点失望 其实因为我一直在期待他可以唱方济为的《愿苍天变了心》 因为方济为以前是很知名的玉女歌手 那他的演唱方式跟《弹琴》是截然不同 所以我很期待很期待《弹琴》的演出 很可惜在播出的时候《弹琴》的片段整个被删掉了 他也不在这个单曲里面,拳击里面 还有他连相片都不在了 所以不晓得《弹琴》发生了什么事情 现在网络上很多谣言 我希望那这些都只是谣言 《弹琴》是一位很好的歌手 我之前其实并不很认识《弹琴》 因为他是属于另外一种演唱方式 不是属于流行歌曲这一部分 所以对他的认知还有在他的流传度 如果不是特别专注的话 可能不是很熟悉他 他是非常优秀的歌手 他唱《玉水》这一次的时候 我觉得非常哇 就是我是真的是哇了一下 之前他一开始唱的像九儿 还是其他的歌曲像《定峰坡》 我都觉得还好 可是我对他唱《玉水》就是一个突破 因为他跟奇遇是完全不同的唱法 奇遇很飘很空灵很飘 那弹琴是又是另外一种 他比较他有另外一种他的感情的方式 还有在就是他唱了赛里木的《月光》 赛里木的《月光》是一首新的歌曲 曲不是词式的 词式他参与了写作写了这个词 他整个表现的方式就是很新很特别 弹琴很大气 我觉得这个这个他他从他的呃 在舞台上的表现跟歌手的互动 和他的演出方式 我相信他是一位非常非常坚持自己音乐理念的人 所以我突然间看不到他觉得是蛮失望的 我是歌手舞一到舞期全部下架了 那在第六期他出现的部分也全部都没有了 谣传很多 他说那我比较希望我愿意我想相信的是弹琴自己说的 他选择退出是因为坚持自己的音乐理念 去创作和发现更好的作品 还有就是说他在工作上面的档期问题 还有这个版权归属问题有关 我希望是这个原因而退出 比如我是歌手啊 那其他有关于呃像是什么关于政治问题呀什么啊 其他方面的事情我我宁愿选择呃不要相信 因为这是大人的事情哈我们只是喜欢音乐的人 我希望他跟其他的原因都没有关系呃那网路上其他的谣言或是说法呃没有根据哈 我选择相信弹琴的说法发的声明啊这个是属于他自己的呃正式的官方的说法传的呃政治原因 因为这样子太复杂了他只是一个音乐人他喜欢音乐 我们听众我们观众喜欢看他喜欢听他唱歌 这个才是重点祝福弹琴一切顺利 谢谢收听